2010年10月 一条惊人的消息引爆了互联网 大一哥的儿媳妇 抖音著名带货大V 陈亚南要和丈夫离婚了 此消息已经传出 立即引发了网上的热议 面对镜头 这个衣着光鲜的女人 是满脸的委屈 大骂特骂自己的老公 也就是大一哥的儿子朱小伟 说他是窝囊费 拿不出手 甚至还诅咒发誓道 我陈亚南自打嫁到老朱家 就没有伸手向公公婆婆 要过一分钱 那么问题来了 当初他为何愿意下嫁 给一无是处的朱小伟呢 如今又为何公然撕破脸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 百万儿媳 陈亚南的传奇人生 如果觉得精彩 请记得点赞关注 说起这陈亚南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2020年10月份 在大一哥朱志文的老家 举办了一场超级豪华的婚礼 当天的新娘正是陈亚南 那天他成为了 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为了给新媳妇一个大礼 老实芭蕉的朱志文夫妇 拿出了半生的积蓄 两张房产证 一辆豪车 还有满满的一大箱子钞票 以至于看到这份大礼 连吃瓜的网友们都酸了 这么好的公公婆婆 怎么没让我遇到呢 而陈亚南呢 早乐得合不拢嘴了 但随着婚礼的继续 一些非议也传了出来 原来是当天的婚礼上 新郎和新娘极其的不配衬 一个是五官精致 身材恶挪 而另一个则妥妥的二愣子模样 你们知道吗 听说这朱小伟 连高中都没有上过 小时候因为淘气 早早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就是要不是有朱志文 这个好爹 他能娶到陈亚南 这如花似玉的老婆 显然这段感情 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在众多网友的眼里 这压根就是一个交易 用婚姻去换取名声 但陈亚南呢 作为当天的女主人 却公然反驳道 我们是纯真的爱情 我根本就不是图大一哥的名声 我是真的喜欢朱小伟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段婚姻还不满十天 那头陈亚南便风风火火的 在某短视频 开启了自己的直播间 并且在第一天 就在公屏上打着 我爸爸大一哥 会来陪我一起直播的旗号 不得不说 这份吃相 真的是有够着急的 前脚刚迈进朱家门 后脚便开启了直播卖货 国王近来 事业心如此强大的女子 舍陈亚南一人其谁 而大一哥呢 作为新近的公公 自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又是唱又是跳的 当天陈亚南的粉丝数 就涨到了五十万人 可谓是创下了记录 除了在精神上 支持儿媳妇创业 大一哥在物质上 也是做到了全力以赴 就拿三亚的海景别墅来说 那可是动辄几百万的豪宅 据说为了让两口子过得安逸 朱志文夫妇 二话不说便买下了 有了房子 陈亚南还不满意 闹着要开什么传媒公司 最后大一哥也答应了 又找关系又托人的 最后把陈亚南捧成了 全国知名的百万带货大威 但事实证明 白眼狼是胃不熟的 随着陈亚南事业如日中天 一旁的朱小伟 便愈发地成为了眼中钉 肉中刺 在某次的直播中 这个强硬的女人 更是直接开始炮轰起丈夫来 说她软弱无能 向烂泥扶不起来 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 看着镜头里 这个沉默不语的男人 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 你不是说你们是恩爱夫妻吗 这会儿怎么开始嫌弃了 甚至还有一些吃瓜群众 带头起哄道 陈亚南 你这么优秀 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朱小伟 而陈亚南呢 自始至终像是没看到似的 各种心虚 各种躲闪 最后甚至破口大骂道 你们都给我听着 我有今天 全都是我自己 一分钱一分钱赚出来的 我自打嫁过来 就没有伸手 向婆婆公公要过一分钱 其语气之强烈 简直令人折舌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大一哥 在借他的名声呢 那么问题来了 陈亚南为何会说出 这样一番肺腑之言呢 说白了 还不是有底气了 如果说 一年前的陈亚南 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村小女孩的话 那么如今的她 可谓是地地道道的 成功人士 豪宅住着 奢侈品穿着 甚至就连身后的助理们 都是穿金带银的 更别说人家旗下 还有多家传媒公司呢 据说 近每场的直播 就能赚取几十万的天价 不得不说 陈亚南 真的是有眼光 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但话又说回来了 你这一切都是谁给的呢 是你的勤奋 还是你的智慧 说白了 没有大一哥 你什么也不是 那动辄几百万的粉丝 哪一个是冲着你陈亚南而来呢 还记得 那天的婚礼现场 你第一个吃到直播的甜头吗 谁家新娘子 会导致好了 故意在镜头前显摆 不得不让人怀疑 打从一开始 这场婚礼 便是整个攀龙付凤计划的起点 套用网友的一句话 陈亚南能有今天 只是因为 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但长言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更何况是一段 被强求的婚姻 当名利已经手中在握 最后的翻脸 估计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只是比起那副 火鸡火鸟的吃相 你告别的样子 也未免太上不了台面了 镜头前导致得人物人流的 说的话 却令人不敢恭维 什么我进门后 没有向公公婆婆 要过一分钱 什么老公是窝囊费 不上进全靠我养活 长言道 家丑不外扬 更何况大一哥夫妇 还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如此炒作 真的不怕 含了公公婆婆的心吗 没花过一分钱 那海南的别墅 难不成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靠大一哥 就凭你这白眼狼的做派 直播间的粉丝 能过白 恐怕都烧高香了 看着这些年的锦衣玉食 吃多了 压住了脑子 让你忘了 当初是怎么拉着大一哥 给你长人气了 正所谓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 更别提 对你掏心掏肺的家人了 但陈亚南呢 哪管这些 只要是可以炒作 只要是有利可图 什么当全王数落老公 背后生讨婆婆 只需要一个眼色 就可以做得滴水不漏的 至于气的大一哥老婆 是怒不可遏 隔三差五的和丈夫争吵 直骂老公当初瞎了眼 看上了这么个二媳妇 要说最苦的 还是朱小伟 当初被人做跳板 如今又被老婆数落的 抬不起头 整天闷闷不乐的 在镜头前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份活受罪 像极了风箱里的老鼠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到头来 还落了一身埋怨 最后我们再说回陈亚南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求得好的活法 本没有错 谁不想人钱显贵 锦衣玉食的 但问题在于 你前脚不该失口否认 后脚紧跟着就借公公的名义 开始大捞特捞 赚钱嘛 不寒产 但你口是心非 污入大众的智慧 就显得格外的心机了 当然了 千不该万不该的 还要数最后和大一哥撕破脸 在亿万网友面前 公开数落自己的公公婆婆 什么没要过一分钱 这种话太伤人了 你自己扪心自问 没有大一哥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就此 好比说 鲜花绽放在春天里 然后嘴硬道 我这么美 全都是我自己的功劳 和太阳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事之中 我没有吸收过一份阳光 听听 这能不令人发笑吗 对于这场闹剧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说出你们看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精彩 请记得点赞关注 下期更好看 我们不见不散